所以這天氣不見證你挺有拍桌面的 因為我是直接去問巧欣 因為他的事情 你問他什麼 不是啊 因為 就外面綠媒都在亂講嘛 說他小吃店一天賺2萬嘛 那個早餐店 然後他就跟我說那是營業額嘛 他說他的用語就是這樣說扣掉成本 他說成本不算是一天2萬 綠媒就要給你寫成只一天賺2萬 那有什麼辦法 那事實上就是營業額嘛 營業額大陣還會有人不懂嗎 一天營業額2萬其實還好啊 對啊 那又不盡力 還有很多啦 我要問他一大堆 還有說不是月營收超過20萬 就要開發票嗎 然後小薪都準備好了 他就把那個法律翻給我看 我自己在財政委員會我都不知道 他說除非你是財政部有特別 列入的比如說有連鎖店 對 對 對 或者是有電商的性質 不然沒有開發票 因為他昨天也跟我講 他說我媽開的是早餐店 又不是開摩斯 或是開什麼連鎖店 對 沒錯 那他這個就是廣義 他這個定位不叫小吃店啊 那個經濟部有專有名詞啊 叫做飲料 哦 早餐店算在飲料 哦 反正他就是公餐 他們沒有小吃店這個idea 哦 OK 沒有沒有 就他定義不叫做小吃店 對對對 這個明目不是這樣 他有他的用語啦 我把他給我的資料找出來 因為有一些事 還是直接問他比較快 他事實上是頗有準備啦 哎 對不起啊 我說錯了 他那個叫豆漿店 哦 大眾化消費的豆漿店 冰果店 甜食館 麵食館 自助餐 排骨飯 便當及餐盒 那這個除非有蛋書 不然就免練 你把它亮傳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亮哥現在的 畢竟折疊式手機呢 非常的明顯 就跟亮愛菜是一樣的效果 那既然自動的明顯 我們就麻煩讓我們盛影大哥 我們拉近一下 對 拉近一下 這個法條的內容 就定義上你說免開發票 對 對 免開發票 可是他就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嘛 就是他必須是這一類型的餐飲業 然後再者他的月營業額 沒有達到20萬元 哦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超過 就說就算超過 那可是因為他不是連鎖店等等嘛 對 所以呢財政部目前是給予免開發票 是這樣的 對 所以這個 所以他都查過了啦 這題再怎麼樣都沒有問題啦 沒有啦 都沒有問題啦 對 那那個 比如說他被用他字案去檢調嘛 不是啊 你被人家告 本來就會變被告 這有什麼好講的 那 事實上 基本上 相關單位都已經問過他了 所以他只要出庭大概就結案了 大家說我聲音很小聲 所以我把它往上 哎 還有 剛剛有人在講說你 你有臉書 我說你沒有在用臉書不是嗎 我沒有用啊 對啊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 不是啦 可能有人用我的名字啊 對 所以我一直說要小心 不要被詐騙 我沒有在用臉書啦 完全沒有 沒有在用臉書的 所以大家有印象 我基本上 不是啦 因為開那個就 你如果都不回人家也失禮啊 那乾脆就關掉了 你在那邊 你來我去的方法 對啦 而且我坦白講 也沒有時間經營啦 對 我上在大陸開過微博 開了三年後來自己也停了 因為沒有時間 你微博也沒在經營啦 沒有時間啦 那既然你是學這種網路行銷的 請問有這樣的帳號 就是社群軟體的帳號 到底對於帶粉啊 或是維持熱度 他的貢獻度高嗎 沒有啦 因為現在大部分 當然所有的東西就是互通嘛 所以你如果是專職當網紅啊 這個我們莎莎未來有這個潛力 我現在就吃網紅啦 我沒有吃他的工作 你就要同開 比如說你IG也要做 然後FB也要做 我們現在是想講台灣 那你如果也要兼顧大陸 那你抖音一定要開嘛 然後 而且你大陸不能只開TikTok 你還要想辦法去開大陸版的抖音 對 因為只要很多網友 現在都會一直跑來問我說 你有沒有開通大陸版 我說沒有啊 我是國際版的啊 不 你還是 因為大陸 他要求實名制嘛 所以 我這次去大陸市場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辦完了 喔 這邊要預告一件事情 我們亮哥下下禮拜三又要請假囉 喔 那個不重要啦 那個不重要 這個是隨團訪問 我跟你講那個 大陸現在因為要求實名制 所以 你一定要有手機門號 對 當地號 要有地址 然後要有銀行帳戶 如果有簽得到有營收的時候 那這三個它通通都會連線 那中國大陸沒有辦法 所以比如說支付寶 可是你只要辦一次 你以後就會發現好方便 對 所有事情都已經都連在一起 對 都連在一起 沒錯 那你可以借人家的地址版嗎 也不行 他會抓到這麼多 那個也不是跟我沒有關係啦 不是 我是說 可以借人家的地址版嗎 就是他如果還要填地址 但你真的就不在那 不是啦 那個地址要能夠聯絡到你啦 不是說你有沒有住那 比如說 因為我事實上幫我拍直播 有一家公司嘛 他在大陸有地址 這個好辦 那是說你要有私人的門號啦 這樣啊 那平常可以有簡訊 那個收 反正就是他基本上都要通 比如說你不能只貼YT啦 對 你還要想辦法去貼別的視頻 對 所以你要讓他們做出 有點區隔性吧 比如說你不是區隔 是你自己的宣傳 比如說你的影片 對 你有貼FB嗎 我會貼連結 那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你要貼出來 所以你不夠勤奮 你要直接貼出來 沒有就我太貪心 我希望他可以百分百一 轉到你去看我們那邊 YouTube的流量 而不是在我臉書看完 就不過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 通常連結提供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你就是希望通通都到YT 全部倒流過去 FB提供的報酬 確實沒有YT那麼好啦 這是事實啦 可是在大陸 一般你去看他做了 大概所有的視頻上都會貼 嗯 比如說西瓜啦 那Bilibili 都會貼這樣 沒錯 那台灣的話 台灣現在大概 IG越來越重要 嗯 IG一定要貼 嗯 IG你好像沒有貼影片吧 你只有貼美照 還有不重要的影片 就是跟我做的東西 沒有關係的影片 這樣子是 就是一些酷素 就我抖音跟IG的影片比較像 我知道啦 你就是等於是 你的專門影片的集中的收入 都要放在YT啦 沒錯沒錯 好啦 這就是我們行銷大師給我們的 那個大人大志 那你的YT做的還不夠 我的YT啊 我個人YT嗎 不夠啊 但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有一些受限啊 不是啊 你並沒有個人的東西啊 你自己不做啊 對啊 對啊 你要講一些個人的感觸的東西啊 我不想 我不想 對因為工作 反正我不行 OK 我有一些考量 好啦 我感謝大人大志的Donate 他說 感覺包含亮哥 都有點過於輕忽 巧心這個事件了 他說 綠營的目的是要回你的人設 並且在以後的監督上 可以繼續算 我知道啦 可是這個你沒有辦法避免啊 他說他覺得 巧心在回應上面前期不是太好 反而卡廷那個狂新聞 我們三秒不雅座的好很多 對好 我剛好也想問 不過因為這個新聞啊 這個禮拜 會被傅昆琦這個新聞蓋掉 剛好是我等下最後要問的 那個 我是認為炒不消 我為什麼這樣觀察 因為我在政壇蠻久啊 你去看追打的人是誰啦 吳四瑤子第一天出現 後來就不知道 那是因為也剛好有燒到他啦 對 容易被燒到的太多了 對 那只有那個小妹妹黃捷在打 對 你看民進黨的資深立委 尤其柯建民叫大家不要去談 對啊 那我覺得 坦白講都會燒到自己 賴清德有勞力士啊 那 所以只有1450在談 綠媒在談 可是這個有他的彈性疲乏啦 那沒有錯啦 你可能 大人大自他可能會說 人家就會留下一個刻白印象 就殘留一個印記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政治人物 還有不帶傷的嗎 沒有 是啊 你如果不帶傷我講白了 你就不是個角色 對 不是個咖 所以我坦白講 更多你要去看說 熬過這一劫啊 那他可能就 就又更大隻了 你覺得這件事情 對小星有幾分傷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這個我通常不會這樣看事情 對 我通常看的是 人家是不是認為你是個咖 那至少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我們那個理睬那句話嘛 就是 你沒有被打死了你就更堅強嘛 那更大隻嘛 那小星這個當立委絕對不是只有一屆的人啊 就是 你本來就要經過這種東西啊 而且是你一剛上任 根本連賴清德都還沒上任 你就被燒一次了 對 那以後還有什麼好打的嘛 他就變更大隻了嘛 就你講的 這個議題他就免疫了嘛 你還能打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還好啦 因為每個選舉過的人 誰沒被驗 驗 解驗過 比如說賴皮疗賴清德不是被驗了 侯友宜的那個大選管 那賴清德也是當選啊 對啊 那當選了之後 你認為現在 還會有人去扯他的賴皮疗嗎 你再扯就是沒有那個威力了 吵冷飯了 對就會變成這樣 是啊 所以還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啦 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這是跑不掉的啦 但大哥請你 就這種老前輩的身份來教學一下 你就小心接下來還要需要提一提都回嗎 我事實上在電視上也跟他講說 似可而止了啦 因為你現在變成跟網路的人在吵架 那有意義嗎 比如說溫暖東那是什麼咖啊 你要回他嗎 對 對不對 那你了不起就是回一回立法院的同事啊 連苗波亞你都不要理他了 就是黃捷在講 你頂多是回黃捷 或是有這種可能市政的時候 你就把你提出你自己的版本 但是沒必要去陷入口水裡面 就是你如果牽涉到法律啦 那屬於公共事務 那我可以讓大家解釋清楚 你就要回應啦 那比如說 剛剛講早餐店這個 人家說你是不是有逃漏稅啊 漏報 政治現金啊 就是你那個 你那個什麼 他說他那個衣服是超過20萬嘛 那就是要申報 就大概是這一類的 這種的你當然要回應啦 因為這跟法律有關嘛 而且像剛剛你講這個 早餐店的事情 大家也趁機學了一課嘛 就以後我們都瞭解了 這樣不是也好 是啊 那如果是有一些事你很私人的事 那實在是很難講 比如說 隨便給你亂扯啦 說你們夫妻感情不好啦 無聊 我為什麼要回 對不對 好啦來拉回來今天的主題了 我們剛剛其實就是那些題外話 喔那我的爆雷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可以 我先講到這啦 因為我們禮拜五的下 晚上九點鐘高一山新聞台 就可以見分曉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 就是到底我們民眾啊 我們真的是到中山站那邊 隨機問 我有好多年輕人 我只能跟大家講 這是我目前高一山做街訪以來 最順利的一次 非常快速 甚至欲罷不能 原本人數已經夠 但還是覺得好多人都講得很好 中山站有很多名牌百貨啊 我們在百貨公司那邊 中間那個公園 我知道啊 很好問 當然啊 然後問到的訪問都超讚 男生當然願意回答 我問很多女生啦 對 但男生確實是平常 我是蠻好問的地方 好啦 你讓大家開口一下 那支部罩你是莎莎 蠻少的 我其實對蠻少的 對就是 那你說 再檢討一下 大部分回答的知道這件事嗎 一半一半 對啊 那麼小朋友 他們應該都是25以下的吧 一半一半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問 但都講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 真的很可以期待 大概這個禮拜的9點的高級選手 而且一個小朋友 累積一點 賺的錢買個名牌 讓自己高興一下 這有什麼不對 有一個人他講說 如果今天他身為這個身份 民意代表或立委 他常必須要出入一些 有頭有臉的場合 如果他還穿得很邋遢的話 這其實反而不好看嗎 就沒辦法彰顯專業性 而且這種議題 以前在立法院從來沒有過 不用講立法院 這政壇有發生過這種無聊議題嗎 就是啊 你去看以前有個立委 也是我的好朋友啊 民進黨的 他西裝都是阿媽尼啊 那會怎樣嗎 不會怎樣啊 人家都說他品位好啊 我們以前啊 談到這種事 不會往階級鬥爭 仇佈的角度去搞嘛 我們就覺得他很有品位啊 那他也是喝紅酒啊 當律師啊 大家就知道 我覺得你好像越講越明顯 好了 比如說以前我講邱毅仁嘛 邱毅仁就是 喜歡蒐集綱筆嘛 綱筆很貴 有人會去說邱毅仁 在搞階級嗎 沒有啊 我們就會去說我們拉巴 沒想到也有 這個品位的部分這樣 誰會去跟你們講說他穿名牌耶 怎麼樣了 因為立委薪水其實講真的不低啊 是啦 你那個年代應該19萬 可是我是沒有名牌啦 我是說 好啦你接地氣啦 有些人喜歡名牌有什麼不對 我不會去排斥別人買名牌啦 可是你要量力而為嘛 小新也沒有買愛瑪士啊 至少沒有買愛瑪士啊 你不要再偷臭誰了好嗎 好 有某個節目主持人 不是一天到晚買愛瑪士包 你真的很想聊這題 你是不是踩沙車 來 亮哥你知道嗎 那個死刑存廢的辯論會上面 光是司法院自己的直播 線上就有3500人在看 那你不要認為3500人很少 是司法院本身的直播 我不要講各大媒體 包含我們家 大家都有去做一些 這個直播的轉播 我先請問亮哥啦 死刑存廢你怎麼看 這個不會有人贊成吧 可是道法官會議就是要過啊 所以這個 因為他3個月之後才要表決 對做出決定 那我聽說他的表決是 12個道法官是秘密投票 秘密投票 聽說啦 那 那坦白講這個關鍵點 應該是賴清德跟許忠麗啦 這個賴清德 如果認為 我坦白講我只講一個意見啦 我認為死刑的存廢 不是法律辯論的問題啦 對 你憑什麼法律見解辯論完就要決定 死刑存廢是一個政治決定 所以你不可能不讓民意參與啦 這全世界都是這樣 對 那個要不要刑事 刑法裡面要不要廢掉死刑 這個絕對是立法院的權利 要讓 要讓政治來做決定 怎麼可能是 我沒有看過有哪一個國家 是用憲法辯論決定的 對 你憑什麼啊 對 你是誰啊 沒錯 你是誰啊 是 最高名義機構沒有人在講 什麼大法官的啦 即使你是立法院 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時候通過的大法官 你也不代表最高名義啦 對 代表最高名義就是立法院嘛 那全世界都是國會通過的 光是這一點就好了啦 所以你在那邊亂搞什麼 憲政法庭就要決定喔 對 鬼咧 我立法院如果拒絕修法呢 你要怎樣 可以吧 不 我就拒絕啊 你要怎樣啦 嗯 甚至我可以把你的預算刪掉啊 司法院的預算也是要經過立法院 你囂張到這種地步 認為你有最終決定權 你是憑什麼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跟你講你如果認為你權力那麼大 你通過那立法院不配合修法 我看你要怎樣 那台灣就三權分立對槓啊 對 能看嗎 都能看嗎 所以沒有國家這樣搞的嘛 對 所有的國家都是讓國會修法通過的嘛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有強烈的意識形態 目前廢死的國家 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基督教國家嘛 對 那我們咧 我跟你講韓國基督徒 有35%連韓國都沒過 嗯 你看那個中南美洲為什麼一堆 因為都是天主教的嘛 對 你去看嘛 伊斯坦國家沒通過 亞洲國家有哪一個通過 你告訴我 嗯 亞洲國家嘛 中國印度日本韓國都沒有過啊 對 就只有菲律賓通過為什麼 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嘛 沒錯沒錯 所以你少在那邊 那我們在那邊跟人家 湊什麼熱鬧呢 就是有幾個大法官自以為 可以是最高嘛 問題是這裡面有好幾個都是 絕大多數都是這個議事耶 我知道 那是你家的事嘛 我到時候他通過我就 立主立法院聚審 其實我原本一直認為 這個死刑存廢的事情 不管是在節目上面 他們的流量或是大眾 好像大家只是會表態 可是這一次我發現 終於開始越來越多人 是實質參與這個上面的討論了耶 我知道啦 我跟你講啦 事實上 反對的始終都在75到80之間 甚至還我看金融界說 有一度到84個百分點 所以你去看民調嘛 就是這樣嘛 這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幹的啦 哎 同婚最後也是立法院通過好不好 沒錯 同婚也是很有爭議啊 沒有錯啊 民意做出來也不一定是多數啊 可是最後是立法院表決通過的 而且國民黨也有人投了啊 嗯 對不對 那你說你這個東西 你到法官 憲法法庭弄完了 就決定一切啊 做夢啊 我跟你講你是做夢 先感謝我們何先生的斗內 普丁有一句話 雖然他是對恐怖分子說的 可是他覺得用在死刑身上 死刑犯身上也很貼切 原來他們是上帝的事 我們的任務就是送他們去見上帝 對啊 哈哈哈哈 而且還有一句話我聽得最火大 那個李念祖他講了一句話 說沒有人有殺別人的資格啦 欸對不起喔 37個死刑犯都殺了別人啊 沒錯 那結果你再說 我們不能夠殺死刑犯 因為沒有人有殺死刑犯的資格 那死刑犯為什麼可以殺別人啊 真是奇怪 那為什麼他可以決定別人的生與死呢 所以我說我跟你講這個吵起來啊 我就看賴清德啦 因為我們台灣雖然 這個表面上這個都獨立 政監察院理論上也是獨立的啊 但這個case現在看起來 是不會沒辦法送蔡英文畢業禮物 那請問會不會因為送不成畢業禮物 大家會好好去思考 我跟你講我講白了啦 就是蔡英文留的坑啊 是啊 以前這種事情在憲法法庭 根本就不會有辯論啊 三次都沒過啊 就蔡英文的坑啊 我跟你講啊 最支持廢死的就是蔡英文跟許忠麗 對 所以如果不是你蔡英文當總統 怎麼會有這個案子 對沒錯 所以我說我們只能期待賴清德啦 因為要三個月之後才要表決嘛 那賴清德 如果要顧及社會的整個感覺啊 那你就考驗你去運作那個大法官的表決吧 而且賴清德的坑也太多了吧 就蔡英文留給他的坑也很多耶 現在隨便算每個禮拜 我們怎麼都在幫他細處還有那個坑 蔡英文本來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人 對 是啊 活在靈響裡面的人 新造的人 是啊你那個綠電 再生人員現在只有10%啊 你明年自己說要20%耶 你怎麼不出來道歉啊 然後NCC也是坑啊 其實陳耀翔 倒不一定是他的坑 因為我跟你講中天續照沒過 是蘇貞昌搞的 蘇貞昌 對 那我們只能夠去怪 蔡英文沒有膽量 在最後關鍵時刻介入了 那主推的是蘇貞昌啊 來讓大家講一下 讓這個憤怒感再度提升的 就是在這個辯論會上面呢 其實大家主要在討論就是 剛剛亮哥講的 你死心就是等於說挺廢死的人 一直都在七成到八成左右 甚至還一度達到八成以上 反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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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你知道嗎 即便這個人數是這樣子 昨天其中一個大法官 詹森林他就說了 難道只要跟民意有關 我們就絕對要和民意妥協嗎 然後他舉的是同婚的案件 就是說同婚之前不也是嗎 對不起啊 同婚是立法院通過 對啊 你現在怎麼樣 你現在要單闖嗎 同婚當然他可以釋憲 他可以解釋啦 可是對不起啊 大法官通過的釋憲案 立法院最後是幫你處理了嘛 才變成法律嘛 你並不等於這都是就過了嘛 立法院如果你那個時候 距離民意太遠 我可以不要處理啊 不然看你要怎樣啊 這個就是三權分立來對抗嘛 對 就這樣吧 這個美國 美國三權分立對抗的例子 也不是沒有過啊 就是行政系統跟立法權對抗啊 有啊發生過啊 什麼case 那個羅斯福在搞新政的時候 就對抗啊 結果那個立法院 不是那個國會啊 美國的國會啊 本來還要把那個道法官 的那個預算給他刪掉 就是不要讓他用道法官來臨界啊 對 我跟你講政治 什麼東西都變得出來啦 所以立法院能治的方法很多啦 很多啦 這個大法官不要高估自己啦 因為抗預算算是第一個啦 西反社的處理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同婚的民調 絕對沒有face 這麼相差那麼懸殊啊 對 就是沒有這麼高度 對 同婚我跟你講大概就是 50幾比40幾啦 是這樣的情況 沒錯沒錯 哪有像face這樣 face是8比2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這樣硬幹 你是誰啊 對不對 先感謝和先生的donate 這個阿苗自許是face即先鋒 怎麼這一波都沒說話 一直盯着我們的巧心 但發現有流量嗎 對不對 他這時候怎麼敢出來說話呢 好 那也提供大家一個數字參考 根據我們國際特色組織 在2022年的數據啦 就是一路到2022年為止 我們全球還有55個國家在施行死刑 那有23个国家 虽然死刑制度没有废除 可是已经长达10年没有执行 就包含我们台湾哦 还有韩国 对那这个 可是其实台湾上次有执行死刑 四年前啦 我们不在里面啦 我们四年前呢 这个枪杰的是纵火烧死了 这个六个亲友的死囚翁仁贤嘛 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台湾 有37个死刑犯都还没有服法 然后呢其中被关押最久的超久 这是当年犯下这个 男童的绑架撕票案 还分尸女保险员案的邱和顺 民国77年我生之前哦 我生了前一年就遭到逮捕 100年的时候就判处了死刑定业 到现在还关着 啊超过三十五年 哦原来佩娟是1989年出生的 我就跟小新童年嘛 1989年啦 我属蛇不要惹我 你属蛇啊 我们是三合耶 你不知道什么叫十二生肖的三合 我不知道耶 你又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了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呢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会不会是有点就是世代德哥 牛蛇鸡就是三合啊 互为命中贵人啊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耶 那我爸妈一个蛇一个牛耶 所以你们很合啊 我跟你讲我这个非常准啊 因为我命中的贵人就是牛蛇鸡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很准啊 那你是 我跟你讲 徐姓良属蛇 徐姓良属蛇 卢子佳属蛇 他们两个都帮过我 都是我的贵人 我大姐属鸡 所以你是属牛是不是 我属牛 哎你很牛耶 是啊不是啦 我属牛蛇鸡 你很牛 我大姐姐是真的帮助过我 很准哦三合 是只有这个这三个组合 没有啦每个生肖都有三合啦 对啦 牛蛇鸡啊 所以你一直以来的贵人 各个四嘛 就二六十嘛 那你是事后才知道他们的属什么 然后你才知道 对对对对 还是说你一旦招这个人属蛇跟属蛇 没有啦后来 后来如果 手刀跟他交朋友 因为后来不断应验啦 所以我只要碰到三合的人 这些人就会这个努力交往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完了被你发现啦 到现在还是硬用就对了 都还是有对你来说 百分之八十 哇 这种事情真的不得不问我们亮亮 三合 好下次我要再多找一些 你说牛跟鸡 好 本命也一样 我会去拓展牛跟鸡的这个朋友 你应该去搞一个 这段我要剪说一次 你应该去搞一个那个 我们以前就有什么牛会 你等一下就会发现 我就会一张纸在外面跟大家说 哎你说什么 你可以说做个蛇会 或者一般不会叫蛇会 叫小龙会啦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蛇就小龙嘛 可是那这是贵人的 这个很多哦 我们政界很多人都有用自己的生肖去做 做那个兄弟会的 因为真的很准 所以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比如说牛会 那来的都属牛嘛 那肯定是我的贵人啊 就是这样 等于彼此又正向了在 对对对对对 那有相克的组合这种东西吗 比较没有 没有啦 你去扯这个也没有意义 就除了三个以外 另外全部都克了 这样子 反正就是加四加四 是啦这个 哇那你发现了 下次对我好一点 可是你的贵人呢 你说到了吧 哈哈哈哈 通常都是长辈才是 等一下啊 就帮你塞一些钱在那个 你看我刚刚讲的几个 都是我的长辈 真的 吴子佳是你的长辈 当然啦 吴子佳大我五岁好不好 吴子佳大你这么多 对啊 我不知道他有这么大 他是活跳跳啊 真的耶 他整个人的那个vibe 很不像是差这么多的 我跟你讲 吴子佳跟许静良就差12岁 许静良知道啦 差12岁 蛇 蛇 就是你的 吴子佳就大你三个蛇 喂吴懂吗 吴子佳大你36岁啦 那许静良大你48岁啦 哇哇哇这个对 就这样 哇 贵人你好 嗯 真的这倒是真的 亮哥带我一起飞 已经飞了快两年了 好啦 讲完讲这怎么突然 岔出去提 我刚为什么会讲到蛇呢 因为你说那个 对啦 关押35年 哎关押35 这个案子你记得吗 我跟你讲最争议的是 他们老是在讲说死刑可能误判 对不起这37个里面 至少超过30个是 绝对没有问题的 无教化可能 然后我跟你讲 这里面有三个杀警案 对 而且都是很明显杀警 非常明显 你说台南杀警案这个 这到底有什么好 是啊 你告诉我 是啊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这个啊这个叫做 这就是书呆子啦 你只会从那个法理这边论述 嗯 请你到人间来看具体的案件吧 对 而且你如果真的要讨论宗教啊 那我们也有宗教里面也有另外一种概念啊 你不要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邪恶嘛 对 对不对 嗯 你以为一切 可是你没有邪恶你就没有证啦 你没有负你怎么有证 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纯粹学理上的辩论 对 因为李念祖讲那个话 李念祖我也认识啊 李念祖他就讲那个话 每个人都没有资格杀别人嘛 嗯 对不对啊 那你讲的也是他们啊 那他们就杀了别人啊 是啊 那你帮我讨论一下嘛 那这些人怎么可以杀别人 我一定要讲高永成 就是监委这边的代表 就代表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高永成 他讲的话我更生气 我今天在打这个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真的一肚子火 他说废死是国际趋势 台湾曾经受过威权统治 像立陶宛一样 之前也受了这个苏联统治 可是目前立陶宛就已经是废死了 台湾也应该废除死刑 你废死你给我扯到 如果我们今天执行死刑是威权 那那个 你去先去质疑日本跟韩国吧 对啊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准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